因為這些飛彈補充的補充是我們臺灣各大媒體公開的執行 一點都不是國外細密 而且作為人民都有知的權利 我們都想了解到底我們的納稅企業作為軍隊買了不少飛彈是怎麼的部署 到底有沒有能力能夠來保護我們的安全 這個是大家知的權利啊 所以道路的媒體在分析說臺灣的飛彈補充到底能力通縱 就是當兩岸真的發生衝突的時候東西是臺灣有訪問 那麼道路的媒體這麼關係 反而臺灣媒體為什麼大家會討論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本來就應該公開討論啊 我們才能了解如果在參與文稿暴衝稿台獨路線之下 兩岸真的發生戰爭的時候到底有沒有多少把握 那麼有哪些缺的地方要怎麼加強到底要付出多少代價 這個完全是被公開討論的 所以呢動不動說一下這個是什麼涉及國安啊 是在騙一些不同的人啊 我想這個媒體朋友應該都了解了 也和報中國時報各大報自由時報都公開的 尤其當中遇到的什麼紅色飛彈啊 這些還是我們民進黨的立委這個網定人 他說他要拿這個去向大陸的坦克車去跟他們對幹啊 所以你們媒體你們綠色的立委都在討論的東西 怎麼換成修理討論就不行了 我在這邊非常感謝遇到的朋友幫助 就遇到的朋友 台灣真實的問題是什麼 台灣最真實的問題是什麼 是台灣所有的政黨跟政客都不講實話 講統的不敢統 講讀的更不敢讀 我是統派我是男人 誰是獨派誰是女人 今天我們看到台灣的政治 一個不是男人的蔡英文 把一個敢講台灣獨立 敢講務實獨立的台灣男人 耐心的幹掉 一個不會是女人的韓國瑜 跟可能是男人的郭台銘 在進行國民黨的黨內競爭 那一個應該不會是個女人的柯文哲 在隔山觀古洞 台灣人到底要的什麼方向 大家只有選票沒有立場 都是片沒有真實的故事 沒有真實的想法 要推候選人出來 就是因為這個社會太亂了 所以選舉本來是一個快樂的事情 那麼這個社會亂成什麼呢 亂成只能夠說讀 而不能說統 站在支持和平統一 其實和統保台 兩制台灣方案的新黨基本立場 我們認為在混亂的大環境當中 我們應該要站出來 要推總統的候選人 要把我們的立場 跟我們的理念說得非常的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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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